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遮住月马的车标 在街上看到这部ROMA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相信 我看到的是一部法拉利的车型 我们看到它的车身侧面 完全找不到任何非常有棱角的线条 而且你也看不到以往非常习惯的那种很夸张 很吓人 也看上去很复杂的空气动力学的设计 整个的车身是非常流畅 华丽 光滑 而且简约 很唯美的 甚至当我站在它的这个位置 我可以看到它狭长的车头 首先我想到的是非常优雅的那种 典型的JT跑车的造型 有点像Super La Jira的那种 缓慢出现的那种唯美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整个造型的这个设计是对法拉利之前的设计语言很大的颠覆 就好像是设计师在草稿上一笔勾勒出来一气呵成的一个很完美的作品 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完全长在女生的审美点上 虽然在ROMA的车身上看不到任何风动的设计 但是它还是有考量到空气动力学的 比如说它前面的这个前铲 这个非常硕大的前铲 特别要提一点 之前你有没有在法拉利的车头上看见过雷达呢 ROMA就有 那么这部车其实是有刹车辅助系统 还有自适应巡航的 有刹车辅助系统的法拉利 你想象得到吗 可能很多法拉利的铁粉都接受不到 来到尾部我们看到这个黑色的部分 这是这辆车的隐藏尾翼 当速度达到每小时100公里的时候 它会轻微地打开 当速度超过每小时250公里的时候 它会打到最大的一个夹角 来增强它的下压力 当然我觉得看到这个的时机也是比较少的 很少机会我们能开到那么快 另外来说一下它的尾灯 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 就是法拉利非常有突破性的一笔 我们以前会习惯说它的这种 双边的圆筒的这个尾灯 但是现在它完全就是压扁了一样 像一个横线的这样 非常简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突出了它的现代感 甚至带出了很强的一种未来感 如果你觉得不够凶悍的话 我们来看看它的下面的这个扩散器 当看到它的尾喉和扩散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哇 这依然是一部凶悍的法拉利 它会让你感觉到这辆车还是很有力量感 是很不好惹的 来到ROMA的车内 你更能感受到法拉利这一次非常颠覆性的设计 以前坐在法拉利的车上 你能看到的其实都是非常有机械感 而且很简单 很直接的一些设计 像一些娱乐性的舒适性的配置 它们都不屑于有 但是你现在看一看ROMA 以前我一直觉得 副驾驶位对于法拉利来说是很受怠慢的一个位置 好像就是女副驾在旁边最大的作用就是来仰视旁边的男车主 在开法拉利时候的那种果感和那种英姿的 女生的座位完全没有任何的舒适和享受性可言 更不要提有任何娱乐性的设施 但是你看现在ROMA有这种皮质的包裹 还有橙色这种皮质的一个提亮 就是非常有细节 它还有拼色的设计 你不仅可以看到法拉利上面 现在有这种悬浮式的这样的一个触控瓶 旁边还是碳纤维包裹的 而且呢副驾驶位还有8.8英寸的一个触控瓶 甚至这边是有造价很高的曲面瓶 你在法拉利的车上 现在可以看到三瓶联动的一个这样的设计 我个人最为喜欢的部分呢 是它的这个中控瓶的这个位置 它取消了法拉利很经典的圆形按键的 这个三个按键的换挡的这个模式 变成了这种镀铬的这种金属的 很像五六十年代的手动换挡的那个设计一样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有意思 很精致而且很复古 另外你也觉得它会很精细 你看它的这个换挡的这个按键 跟旁边车窗的按键是一样的这种质感 就是很很清晰的 但是的确是让你觉得很独特 加上呢它跟上面的这个很有未来感的触控瓶放在一起 就是最复古和最现代的东西摆在一个区域 其实它是很有那种层次感的 就是很有碰撞出火花的感觉 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喜 完全想不到这是法拉利的设计 还有一点是真的非常为女车主考虑的 它这边镂空的设计 这下面有更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女生可以放一些杂物 而且它还特意做了一个二加座椅的概念 它不是Grand Forluso二加二的概念 也就是说后面它其实不是为了让你做人的 可能就是为了让你放包 甚至连大狗都没有办法接受 可能只能放一些很宠物型的小体积一些的狗 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很适合 女车主开车的时候的一些需求 就好像我开718出去的时候 我的包整个都是架在我这边的 其实我会觉得非常的狼狈 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二加的布局的话 那就方便得了 我觉得他们以前所说的那些 我坐在法拉利车上 我只要去体验那种最为纯粹 最为原始的赛道的那种驾驶的快感 其他影响让我分心的那些设计 我通通都不要 我不屑于要 现在是不是啪啪打脸了呢 当然我作为女车主来说 我对于这样的改变 真的是喜闻乐见的 这样开起来才是属于现在的法拉利 虽然Roma看上去非常的优雅 但是它毕竟是一辆法拉利 它配备的是3.9升的V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匹配了最新的8AT双离合的变速箱 同时它0到100公里加速是3.4秒 急速可以超过320公里每小时 另外呢这款车的最大马力 也比Portofino要高 可以达到620匹 很多人会觉得 这是一部Portofino的一个硬顶的版本 但其实你不能这么简单的来看Roma 它不仅仅是一款新的双门的GT跑车 而且它也代表了法拉利一个全新的车系 我觉得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这款车整个的一个概念 它对法拉利以往的车型是一个全然的颠覆 我们在这辆车上看到以前法拉利 都不会做的一些动作 不仅仅是它的外形还有它的定位 其实从它非常简单的这个月马的标 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款车它一直在强调 它会想要带给你罗马家日时期的那种 很惬意的驾驶感受 让你很享受的一个短途旅行的感受 所以它的行李箱的容积也是非常可观的 如果两三天的一个短途旅行 它是完全可以应付 可以放下两个20寸的一个行李箱 同时我们在这款车上也可以看到很多现代化的配置 比如说刹车辅助系统 还有自适应巡航等等 你可以看到法拉利正在改变 它以前是高高在上 一直在强调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赛车 可以开入赛道的这样的一个车华品牌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它在强调 自己的这一部Roma 是适合日常驾驶的一个超级跑车 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呢 好像这部车就像法拉利打造的一个911一样 不知道它能不能像911那么的得到市场的认可 你的意见是怎么样呢 不如留言给我们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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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